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我身边的所谓我的朋友 总是安慰我 其实我不需要安慰 我只需要你陪在我身边就够了 我甚至反过来去安慰他 我说我很好 我们都很好 可是突然间有一天他 评论了一个别人的微博 他下面就被那个人的粉丝说了很多很多条 他有一个礼拜没睡觉觉 就是说你不要看这些东西 让他自己看 他说你不要去想 他比我们想的还严重 后来一个礼拜之后 他自己快崩溃不了 所以我还劝他 我说你应该怎么能做 你应该怎么能做 那个时候他才真正的觉得 我做一个公众人 我做一个艺人 我做一个舆论之下的人 懂你 懂你 吃一块红烧肉 忘记所有馒头 我们不会说 但是喜欢你的人 他一定会喜欢你 他不喜欢你的人 他怎么样 你都扭转不过来他 所以就 总是劝自己 就是不要在意这些事情 但是你又没办法去不在意 那怎么办 不 手机一没收了 就吃吧 玩吧 对不对 说的还有哲理 那怎么办 就玩吧 亮哥 我宣布 你成功地通过了 我的抗压能力测试 恭喜你 成为哈哈农夫 哈哈 农夫